宇曼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宇曼 好 宇曼一开始把这本书的两个作者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呢 一个是帕诺斯巴奈 那他是这个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 这个全球策略与创新资深 这个资深副校长 那他其实也在这个学院里面 在创办了一个跟创业有关的一个学院 然后麦可亨里克斯呢 他是那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家 叫做Ideo的这个全球设计公司 那大家听到设计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视觉上的设计 其实不是 Ideo他其实是帮 就是一些有一些创业企图 或者是有想要 就是自己出来做一些什么的人 那帮他们就是设计一些 不管是在视觉上也好 或在行销上也好 或者是在策略上也好 我可以更凸显出我创意的这一块 他是担任这个机构的这个主任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讲苏明 苏明提到音乐家的点子比你快两拍 所以是指说有些音乐素养背景的人 或许在创业的思维上 会比传统的创业家更快吗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他这边的快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 有一句话叫慢慢来比较快 对 我觉得音乐家比较像是这种 慢慢来比较快 因为很多的企业 其实书里也有提到 很多企业都很喜欢找运动员 当做他们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他们的员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运动家精神 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在团体合作上 或是竞技上 或者是说一些策略上面 他们可能会啪一下 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出来 爆发力 对对对 那也有他们的持续力跟耐久力 对那音乐家呢 那这本书就是其实强调说 不只是运动家精神 音乐家其实也有他自己 就是在不管是他在创作歌曲也好 或是在制作 在混音 或者是说他们在行销一张唱片的时候 整体的这个规划上面 他们的灵感发想的方法 其实也适用于这个大企业 对那书中其实也提到很多 很不同的案例 好那这本书的章节架构 其实是不是就一个这个CD的制作过程 用这样的一个流程 来对应我们书的章节顺序 对我想大家如果有买这本书 或者是你有在网路上看到 这本书的木刺的朋友 其实很快就会注意到说 这个木刺好熟悉 尤其是可能也许90年代以前 可能还有经历过那个CD的年代的 这个初唱朋友 其实会非常的熟悉 因为里面包含什么 它里面的架构长得很像曲目 然后后面有隐藏的曲目 大家以前如果有买CD的话 应该或多或少会买到那种唱片 是第十首没了 然后可能过个30秒 突然有一首歌跑出来 但是唱片的那个封底是没有写的 那他也把这个东西设计进去 没有错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这一本书它其实就是对应流行音乐产业 在制作一张专辑的这一个流程 那他把它切成了九块 对分别代表着一首歌这样子 对从聆听 然后再来就做实验 然后可能也许我们做 大家所谓听过的demo 其实如果要好理解一点的话 它就是一个草稿 对那做完草稿也许进入制作 我们把比较好的地方带出来 那又一路谈到连结 那连结其实就在谈表演嘛 对你做了一张唱片 你不可能不去发挥它 不可能不去表现它 对所以也提到连结 那也提到了可能重混 那还有像是感受性的一些科学议题 以及最后的重塑 它整个架构大概是这样 那这本书呢 在出版之前 在前沿他们也提到 为了这本书 他们也大量的访问 很多相关业界的人 对 不是只有纯音业界 还有所谓的创业家 对像是张天明 Tim Chang 对或者是说 像他们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到这个中东去建校 他们也有访问当地 就是接任的校长 对那个 因为中东人 人名比较长 所以我就是 对只能跟大家讲 他是校长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 他的名字 其实可以就是 买我们这本书 那还有像Adidas的 那个Adidas 他在创业过程中 他邀请了飞董 一起来合作 他们的联名款的服饰 或者是球鞋等等的 或者是Amazon旗下的一些 美国很大的鞋品制造商 或者是说 Amazon他旗下 做的一些试验 他包含他收购了 POPEC 这一个企业的故事 也都南瓜在里面 好 那我们这本书呢 打开之后 第一章开始 有好几页的 这个空白页 原来是刻意设计 他一开始就讲到 当我们翻这几边 空白的时候 会有特别的想法 就跟我们听CD 前面的没有声音的状态一样 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样书的时候 也是想说 他寄给我的是半成品 因为这本书前面大概有八页的空白页 对 当然我们有很贴心的为读者 放上了书 那个书媒跟页 因为就是怕读者会觉得说 这个书是不是印错 还是怎么样 对 那其实不是 是这其实是作者 在聆听这一张的一个巧思 为什么呢 因为聆听这个技巧 或者是说这个作为 其实我们最容易最容易训练的场域 其实反而是一片安静的时候 对 一片安静的时候 你就有办法去听到再细微的声音 你都有办法在这样子的情境里面 察觉到他 对 那聆听这一张他想要讲的 其实也就是这样 你要去聆听你环境里面的所有需求 对 也许那些空气声啊 鸟叫啊 或是潮水的声音 平时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习惯的 对 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理所当然 但是当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听到他之后 我们听到他的质地 听到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之后 也许他会成为你在做 不管是做一个作品也好 做一个商业的方案也好的一个选择跟灵感 然后在每个章节结束 他都有所谓的推荐曲目跟深度聆听 对 这个超特别的 就是如果 当然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去听啦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有在听音乐的人 或是有在做音乐的人 不仅很熟悉 而且他会觉得 这个发想是蛮迷人的 对 我当时其实看到 也是因为看到这个 觉得他真的是很酷的一个设定 因为呢 他把 像比方说第一张聆听 他可能就有推荐 避遇的一些歌 或者是说 那个John Cash 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 叫做四分三十三秒 然后这一首歌 其实就是从 从零分零秒开始到四分三十三秒 都是安静的状态 对那就是台上的人就是 可能做做样子 也不是做做样子啦 就是他们会打开琴盖 然后仿佛在演奏 也许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在演奏 但其实他就是 没有声音 他就是没有声音 对那这首歌还被cover了 这样子没有声音的一首歌被cover了 那他也推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歌给我们 那他每一张后面都会推荐他 这一个章节里面提到的音乐人 或者是 他认为在 比方说我在remix上面 这个作者觉得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歌 或者是说在制作方面 非常制作手法非常独到的一些制作人的作品 他也把它提出来这样 所以这样讲 其实这本书不能够把它当作音乐书来看 其实它更像是创意发想对不对 对没有错 因为它其实就是从音乐人在做这些事情的 这个过程中去汲取灵感 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demo这一张 就是第四张这个视录视听带 那视听带其实就有提到 像Michael Jackson的那个Billy Jim 这个很有名 对那其实他起初一开始 他虽然很畅销 但在他诞生之前 其实就只有很基础的鼓祖 很基础的几个和弦 跟Michael Jackson 就是唱的可能 没有说很完美的一个 这个演示这样子 就不成熟的作品 对但是一首歌该有的精华 就像我刚刚讲的节奏拍点 然后它的和弦 以及它的hook 所谓hook就是勾引点 就是我听一首歌 就是可以让我最印象深刻 也许它也许是一个肩奏 或也许是一个乐器的solo 我不知道 那也有可能是唱的部分 它给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整在demo里面 它其实在demo那个状态 就已经表现得非常迷人 那像还有很有名的这个歌手王子 对那他的前制作人兼 这个录音师苏珊罗杰斯也是一样 对他说其实王子他在这个 他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做录demo这件事情 对因为demo这个东西 其实最能够代表 我觉得最能够代表 这一本书的精神 因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什么 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世界 对不断的在改变 世界不断在改变 那我的demo 我的草案 我的草稿不可能永远都只有第一版 对他永远都可以有β版 对然后王子也是这个样子 他其实在这个 至少他在驰骋在流行音乐的这个年代里面 他制作了几乎是上千首的demo 对然后这些东西 也许有些有收录在他的专辑里 有些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第一次完成 我就马上开工的东西 而是他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改良他 不断的去改进他 也许这一段旋律可以往哪一个方向走 也许这个和弦可以 我们来可以来玩一下一些小声音 或者是 这边的制作方法 我们也许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 等等等等的 对所以 我觉得demo这一张算是 这本书蛮重要的精髓之一 对所以他里面就讲到 先求有再求好就对了 对 试听的模式就是有时候先把东西做出来 对不管他成不成熟之后就会慢慢的改良 像这个东西他对应到的例子可能也许就是像block 这个公司他在这个旧金山总部的这个square 对他那个读卡机有就是一开始是那种黑色很丑 然后那个螺丝钉什么都很明显很显眼这样子 然后一路迭代迭代了八九代吧还是十三代忘记了 对他最后反正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像是接近我们现代产品的一个读卡机 就是很短小轻薄 然后白色的 然后具有科技感的这个视觉设计等等的 然后这个东西就被被他们挂在这个总部的墙上 那其实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产物他迭代的这一个过程 其实非常的迷人 就演变的过程 对演变的过程 他从他从一开始丑丑的看起来 机能可能看起来还蛮完全的啦 但是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吸引人 那一路到后来后面他有一些对消费者就是有一些冲击 就是会至少会让消费者想要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外形 所以其实这本书是这个最近才出版 那其实他也有访问到在疫情期间的一些访谈 对疫情期间好像第八章嘛 对还是第九章 就是他有访问到全阳子 就是关于他在这个医院里面 因为全阳子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必须到医院接受治疗 那他他就是透过这个在医院的过程中发现说 我们很多的呼吸器啊 或者是很多的其他医疗维生的器材 他其实都会发出一些很令人不悦的声音 然后那个令人不悦的声音呢 恰巧我们的音乐里面其实也有分哦 也有分说 我们人类比较偏爱的阴沉 跟比较会听了会皱眉的那一种进行 对那这个东西仿佛也存在于这样子的医疗医器的BB声里面 所以他后来就立志要去改善这一个东西 去让病患也好 或者说让工作者也好 让他们可以在环境里面得到一些友善跟稳度 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比较特定音阶的这个声音 我们会表现的比较排斥 对这让我想起说 就是像我们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啊 我们很常会有14 大家都讲145级 对那为什么是145呢 因为1跟4跟5 他们之间就是 他们被称为是完美的音程嘛 对但是像走出这些音程的其他音 他就是比较不完美的 他就是比较听起来会有一点诡异 当然有一些歌 他如果想要呈现诡异的氛围的时候 他就会用到这样子的东西 对也许七音也许三音 也许是二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对那放到这个全样子的例子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这本书是不是真的要照章节顺序来看 因为我们感觉就是 这是一个做CD的一个流程 那是不是阅读也是要照他的顺序 其实不是哦 应该说这本书他的顺序有他有趣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就是流星音乐产业充 什么都没有到制作好一张专辑的全过程 应该说作者他其实并没有想要把它做成创业心法 或是几部教你如何创业这一种书 对但他只是做这样一个设定 让你觉得说很有趣 但实际上整本书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世界都在变 一直在变 对那你可以用这一些方法来就是解决你创作灵感枯竭的困境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听众或读者他希望从任何一章开始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故事他并没有所谓的 连贯性 对很连贯 即便说他可能中间也许有几章有提到说 我们在第三章有提到谁 那你其实可以先略过这件事情 因为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在那一章有提到这个人 对那你回头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回去看 因为我觉得像比方说对音乐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他可能但是他又想要就是从中间来读的话 那也许我会蛮推荐感受这一章的 对感受这一章他们就是用那个 氛围乐大师那个Brian Eno 对他的这个故事 他做那个水平思考还是什么 他有研发一个延伸小卡的一个产品 就是在他灵感很枯竭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当前遇到的困难 写在一张小卡上面 对然后这些小卡就会越写越多嘛 那当你每一次遇到创作瓶颈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你在发想一个事情的 或是一个商品的过程当中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去抽一张就像抽塔罗牌一样的抽 然后也许上面的困难 反而会成为你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 很酷的一个idea 有点像便利贴思考 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个小便利贴贴起来 然后灵感枯竭的时候就顺手抽一张 然后看看里面的文字去激发自己的一个新构想 对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创作人他们的心法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并不陌生 只是说我们没有很明确的知道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是有用的 像你刚刚讲的便利贴 其实我也会 我也会就是 这个方案里面我用这样子的颜色 或是用这样子的配色 不行 好我先把它写起来 对但是也许哪一天我突然看到他 然后我突然在发想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 或许他们两个就match了 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我觉得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不少 像前面碧玉也有提到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开始提笔 也许写一篇文章或是写一首歌 但是碧玉他却可以就是有这么多的产出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他的家乡冰岛 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警茂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那他也就是学着去习惯于这些环境带给他的滋养 对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环境 都在聆听环境 所以他从这中间得到了他创作歌曲的灵感 然后同样的道理 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写一首歌 或写一个案子 他需要一个架构或是什么的 但对于碧玉而言 他就是很自然的横横常常先把它横出来 然后再进到什么阶段 进到demo的阶段 就是反正我就把它录下来 我就把它录下来 那不管怎么样 我都可以再去尝试修改它修正 那宇曼我们介绍第六章 有特别提到连结这个章节 提到一个英国商人非常疯狂的举动 这个英国商人 我想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听过 叫理查布兰森 对那理查布兰森 他就是维珍集团的这一个创办人 对那他就是 他其实旗下有很多的产业 那他可能有一些就是饮料 或者是说 甚至是大家很熟悉的 航太的这个事业 对那无论他 想要推行什么样的产业的产品 对他总是会有一些疯狂的举动 像是什么开着坦克车 然后压过一堆可口可乐的罐子 对或者是说 男扮女装 然后在在这个飞机上面 假装这个 就是扮演成空服员的这个形象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哈哈好好笑 或者是说 这个人很幽默这样子 但是你不知不觉中 你其实已经 你的注意力 其实已经在他身上了 这就是连结 这一张想要讲的事情 就是我无论想要卖什么样的产品 我都得先抓到观众 听众 消费者的眼光嘛 我没有抓到你的眼光 我没有触及到你 这篇贴文就没有效果 对 对所以 其实就是这样子 像那个Alice Cooper 就是 他的经纪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因为像Alice Cooper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 比较硬派 比较摇滚的一个歌手嘛 对那当时就在想说 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 这个全英国的家长 都阻止他们的小孩 去看Alice Cooper的演唱会 那该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呢 他们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为了要吸引大家注意 跟立项操作 对对对 那就是一方面是 奠定这个艺人的形象嘛 那一方面是 至少以后在这一块领域里面 就是 大家一定会先想到我 对那像 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他的经纪人有一天 就在听那个 忘记早安英国 还什么的节目 然后他就突然突发奇想 我如果要把这样子的资讯 带到全英国 早上的成间新闻 是一个很不错的 idea 对对对 那他就是把这个 Alice Cooper的裸体 然后只有那个 一只蛇遮住 他的重点部位的 这个照片 就放在这个 很大的连结车上面 大家应该在 如果在街头 可能都或多或少 看过那种连结车的广告 对就是 或是大荧幕这样子 对那他们那时候 就是用这个方式 去巡回了英国的一些街道 然后还请空拍即拍 然后请这个记者去报导 这样子 对然后报出来之后 他们很好笑 他们就是 对没错 我们的目标达到了 但是我们的音乐会门票 那个卖得有点堪忧这样子 中间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炒作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票房却真的不太好就对了 对对 那当然这也许是他策略的目标之一 对那只是说 他有提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企业的案例是什么呢 像有一家叫做三轮公司的 就是他们公司专门做这个地毯的样本 地毯业他们的样本呢 通常都是纸张嘛 对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做出一个地毯 真的地毯来当做样本 其实不仅浪费资源之外 其实这个东西也还没有定案啊 也还没有定案就把它做出来 其实也很花浪费你的心力嘛 跟时间 所以才会有这个产业出来 然后三轮公司 他们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推到我的消费者 他的消费者就是所谓的地毯公司 地毯制造商嘛 对 于是他们就在一次的展览上面 他们就想到一件事 就是直接把这个样品呢 就摆在这个地板上面 对 然后就是有人走过来看询问的时候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提出 你相不相信说 我们可以制作出一个样本来 就是几乎是跟真的地毯一样 这些人就会开始被吸引到嘛 注意力被吸引到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他们一直在看 以为是真的地毯的 那个地板上那一片纸 他真的就只是一张纸 对 诸如此类 这个连结其实就是在 在讲表演这件事情 对 在讲你要端出一个商品之前 你要先勾到你的消费者 好 最后想要跟听众分享的就是 我们家这一本 音乐家的点子就是比你快两拍 那也有出有声版本 因为他有非常多很有趣的故事 以及企业案例 那也非常适合 不管是你在这个通勤的路上 或者是说在家做一点事情的时候 想要吸收一些知识内容 或者是历史经验的话 那就是可以 就是到各大平台去购买我们的有声书 那这本有声书会在7月初的时候上市 只有跟我们讲这本书的推荐呢 这本书的推荐 我们找了这个Street Voice的总监 就是小树老师 我想就是如果有有在听独立音乐 或是有在听音乐的朋友们 应该是对这样的人不陌生 小树老师他其实经营就是 我其实算是在那个Street Voice 刚起来的时候 那个年代就是有参与到 讲参与好像我是他们的人 其实不是啊 就是我在学生时期有 就是大量的接触 Street Voice平台上面的很多作品 所以其实对Street Voice 就是小树来推荐这本书 我其实非常的感谢他 那他也他也说到 这本书其实提到的艺人啊 就是没有像台湾这种 有多年的这个独立主流的这个分解 对那反而是 无论只要你是做音乐 只要你是做声音的人 他都他都去借尽 都去参考 只要你有做出一些很 很不错的成就 其实都就是他都很愿意 去纳入这本书里来聊 对所以小树老师 他的推荐是这样子 那我也找到这个 阴阴有代字的总编辑 夏佩奇也来推荐这本书 他也是说 这个别再说这个学音乐 没有饭吃了 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说 音乐学的好 你的事业就挂挂脚 这样子 对就是 你不一定要真的会做音乐 对但是你只要思考 或者是在创意上面遇到瓶颈 来看这本书 你其实会得到一个 你会有另外一个启发跟想象 所以把它当作一本创意书来看 可能会轻松一点 对像Vista的写作陪伴计划 主理人郑伟全老师 Vista老师 他其实也有来推荐这本书 因为他有说就是这本书 他不只是陶冶行星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音乐人 他在创作这些歌的这个心路历程 像大甲丝丁 或者是说 这个里面还有提到那个Bob Dylan 对对对 就是等等的案例 其实都蛮好看的 然后除了故事有趣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从中慢慢的集取 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道理 对所以其实这些推荐人 他们都很就是很诚挚的推荐这本书 好今天非常谢谢郭宇曼 我们就要这本书 音乐下的点子就是比你快两拍 积木文化出版 谢谢